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范例4 范例4想要我们比较单摆小角度的周期性摆动 以及物体连结于理想弹簧所做的剪弦运动 这两个的一些比较,忽略其他阻力 那其实它就是在考这两个公式 如果是物体连结于弹簧的 它的周期公式会是2π√k分之m 这个m是物体质量 就是绑在弹簧上的物体它的质量 而这个k则是弹簧的立常数 另外一个小角度的单摆 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影片来推导一次 当然上课也会讲 小角度单摆的周期可以写为2π√k分之m 那这个l是百长 那g是重力加速度 好,那哪些叙述是正确的呢? a选项如果是把单摆的长度,细绳的长度变长 那就是l变长 l变长根据我们上面这个式子呢 它的确是会造成t的变大 变成大t会更大 没错 根据只剩的这个式子 所以a是对的 再来b 若仅将单摆摆锤质量变大 它也是问单摆哦 单摆质量变大 可是你看这个式子里面有质量吗? 并没有 这个是单摆哦 单摆的情况跟弹簧 跟弹簧的情况不一样 弹簧的情况是 质量会影响振动周期 但我们的单摆质量不会 质量不会影响振动周期 是摆长才会影响 所以b是错的 再来c 若仅将弹簧的振幅变大 则周期会变长 好,我们也是看到了 这个左边的这个 左上角的这个式子 有没有跟正幅有关呢? 其实跟正幅无关嘛 对不对? 因为它只跟物体质量 和立场数有关而已 正幅上升其实也不影响 不影响梯 不影响梯 要注意我们的颜色 这个正幅上升是不影响 是蓝色的这个 也就是弹簧的周期 好,再来珠 如果将弹簧的立场数变大 则周期会变长 立场数变大 根据我们右上角的式子 周期应该是要变小才对 所以珠是错的 刚刚c也是错的 不影响才对 再来1 若仅将弹簧 连结弹簧的物体质量变大 那周期会变长吗? 诶? 质量变大 那根据我们的右上角的式子 的确周期会变大 所以1是对的 答案就是A1 那我们之后 可能会再以影片来补充 到底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而蓝色的这个式子 在我们的学习单 应该有讲解了 那也许在之后 可能不一定会拍 也许会在录影 跟各位介绍 这两个周期公事的由来 再见 感谢观看